綜藝節目最佳主持人 綜藝節目最佳主持人 得獎的是 黃子江 露露 黃露子怡 婚禮歌手 太厲害了 60萬的名牌包 到手 太高了 露露 所有 我的支持時間都給露露 謝謝大家 好 好 冷靜冷靜 對不起 我沒有 我原來拿獎是這個感覺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對不起 他先解鎖一下 對對對 好好好 謝謝 謝謝 好 我拿著獎 我拿著獎 拿著獎 好好好 謝謝 我冷靜 我冷靜一下 好 首先我想要先謝謝 謝謝 謝謝嬌哥帶我走上台 謝謝 我覺得可以很幸運的遇到 遇到這樣子的好搭檔好師傅 然後在我 在我 開心的時候他為我鼓掌 然後我難過的時候他為我開導 謝謝你 然後我也要很謝謝我台下的搭檔 謝謝憲哥 謝謝漢典 跟你們錄影我真的很開心 愛你們喔 然後 我想要說 然後我也想要謝謝我的經紀人 丹尼爾 他應該在外面哭 還要謝謝我的助理 小陳 他叫冠魚 然後 然後我要謝謝我的老闆 現在是陳振川先生 然後我也要謝謝在現場 我曾經的老闆在哪裡 坦哥 謝謝你 我要謝謝珍妮姐 也要謝謝 我的第一任老闆 詹哥 謝謝你們 還有帶過我的經紀人 阿湯小嫻 我其實想要上來拿叫 我就是想 講出他們的名字 因為他們發現我 然後我一路才走到今天 謝謝 然後 對 然後我要謝謝我的家人 我的媽媽 爸爸 妹妹 我的阿姨 我的老師 總愛 謝謝 然後我要謝謝我的粉絲 謝謝你們 然後 今年剛好是我入行第十年 然後我其實每一年坐在第一排的時候 我都覺得離台上很近 然後我每次聽到 頒獎人說我都沒有 心理準備 我其實都準備好了 哈哈哈哈 早就寫好了 但是 我很開心 我夾夾實實地花了十年 從第一排走到這裡 讓我只要其實主持這份工作 是非常神聖的 然後 想讓大家知道的是 雖然我們的台上 彈笑風聲嘻嘻哈哈 但我是用非常認真 而且嚴肅的態度 去看待這份工作 主持工作 是我的使命 然後在舞台上表演 也是我的火花 每一次的登台 對我來說都是一個學習 謝謝大家 給我這些機會 我會繼續努力 然後帶著這樣子的職人精神 繼續在台上表演 謝謝大家 我是主持人Lulu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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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一個愛馬仕 Yahoo 她說我得獎 要給我愛馬仕 她說我得獎 愛馬仕皮帶 送她一個愛馬仕包包 永鋒探神放假日 Together A Better Life 一起来翻转生活思维 让探神放假去 风格饮食 果善选品 永鋒探神放假日 10月29号 30号 台北松山文创园区文化广场 邀请你Together A Better Lif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